受甜妞前夫万子良之托,刘德华待他如心弟弟,哼他十几年,终于把他碰成了影帝。 多年之前,还是香港领团大哥大的万子良找到刘德华,他把爱图托付给华仔,请刘德华多多照顾,助他开拓电影市场。 没想到,这一照顾,就是一辈子的深情。 万子良的徒弟就是林家栋。 说起万子良,让人不禁惋惜,当年贵雷新科影帝的万子良在华仔主演的《望角卡门》中刚当配角,他和刘德华兄弟情深。 林家栋1989年进入演艺圈,和大多数新人一样,跑了十多年的龙套。 2001年,林家栋签约刘德华,他的人生迎来了转折。 16年,林家栋跟了刘德华16年,刘德华也碰了他16年,只要有刘德华的电影,几乎都有林家栋。 不仅仅工作上刘德华和林家栋形影不离,生活中更是亲密无间。 香港媒体有这样一句话,找不到刘德华,那就打给林家栋。 刘德华儿女百日电圈内只请了五个人,其中就有林家栋,二人私交甚好。 早年,刘德华公司发展并不顺利,甚至状况堪忧,自己都不知道公司能不能坚持下来。 他害怕耽误了林家栋的发展,想让他找个好老板。 刘德华说:"你怎么想?" 林家栋,你要我走,我就走,你要我留,我一直陪你。 林家栋说:"自己后半生交给刘德华了。 刘德华说:"林家栋是我手足。 林家栋演绎生涯并不顺利,曾被称为千年配角,就是大家见诸眼熟,但叫不上来名字那种。 。 多年媳妇终于熬成婆。 2017年4月9日,林家栋获得第36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,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影帝,也是对他多年努力的肯定。 华仔因为受伤无法前往,第一时间送去住,恭喜家栋,你的努力,我看到了。 林家栋和华仔,既是老男伙计,又是共患难兄弟,亦师亦友,堪称一段影谈佳话。 林家栋,香港知名男演员,小学就读类于九龙城联合道的华德学校,中学就读佛教绝光法师中学,后于1987年参加香港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第十四期加入演艺圈。 同届同学有刘希明,黄德斌,陈嘉碧,李芷山,雷宇阳,马小虎。 前无线电视的当家小生。 另外,他亦是香港演艺人协会第八届及第九届理事会的副会长。